浮空艇 浮空艇又被称为浮空器 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一种飞行器 有着辉煌的过去 但因为飞机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浮空器技术慢慢沉寂 对于90后来说也许陌生 但80后应该非常清楚 比如红井中的基洛夫飞艇 就是很多玩家最爱使用的空中武器 不仅无视地形而且杀伤力巨大 2022年5月中旬 中国自主研发的一款浮空艇 吉姆一号三型浮空艇 从海拔4300米的科考营地顺利升空 起飞后稳定以每分钟30米的速度 上升至9032米出 创造浮空艇新世界记录 这个高度已经超过珠峰8848.86米的高度 是否达到极限官方未明确说明 据小编了解 吉姆一号三型总重量约2.625吨 体积为9060立方米 如此巨大的浮空艇 到底有什么用途 升到9000米以上又有什么意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吉姆一号三型浮空艇搭载了三个舱 分别是控制舱 能源舱和载荷舱 其中控制舱主要是控制飞行姿态和飞行动力 保障浮空艇能够顺利的飞行 能源舱主要存放能源 为浮空艇储备飞行所需的能源 如同汽车的油箱 载荷舱的观测仪器属于浮空艇的核心 用于同步记录从地表到9000米高空的大气组分数据和水汽传输过程 据了解 载荷舱测量数据包括大气水汽稳定同位素 黑碳 粉尘 甲烷 二氧化碳等变化 吉姆一号三型浮空艇为何在中国西藏升空呢 首先是起点高 起飞高度已经达到4500米 可以大大的节省能源损耗 其次 浮空艇起飞于青藏高原 目的是为了研究西风如何影响青藏高原的环境变化 并且为全球变暖背景下 青藏高原 水 生态 人类活动 链式变化 应对策略的提出 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根据科学家的介绍 吉姆一号三型浮空艇挑战观测高度 海拔9032米 主要需要攻克三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 克服极端环境的变化 9000米的高度已经达到民航客机的飞行高度 在高空属于低压 缺氧 低温 高风速等环境 这对于浮空艇实现高空悬停是非常难控制的 第二大难题 材料问题 超高空飞行需要应对气候等不确定因素比较多 还将面对高强辐射 对此 本次首次采用自主研发 轻质 低密度 高强抗辐射的复合植物材料 第三大难题 复杂的电磁场环境 这对于浮空艇的停体 控制系统 能源系统 以及毛泊系统的稳定性 都提出了巨大考验 在面对重重困难 中国成功将吉姆一号三型浮空艇 升高至9032米 创造浮空艇大气科学观测世界记录 看到这里 有人可能就要问了 9000多米的高度 飞机 探空火箭都可以上去 天上不是还有卫星吗 他们都可以搭载科学仪器对高空中的大气状况进行观测 为什么还要费尽使用浮空器呢 在弄明白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还需要提前了解一下浮空器到底是什么 以及它的发展 浮空器是一种依靠浮力流空的飞行器 是最早出现的飞行器之一 根据有无推进动力 浮空器分为飞艇和气球两大类 具体类型见如图 气球技术我们不深入探究 与本次话题无关 对流层是指接近地面的天空层 雨 雪 暴风等大部分云雨现象都发生在对流层 相对于更高空的平流层 对流层飞行器需要克服更多的技术难题 比如材料 动力系统 干扰飞行控制 热力控制 电力控制等众多难题 对流层的飞艇技术 一直是各技术强国的竞争领域 以往都被掌握在欧美 日本等科技强国手中 平流层飞行器是指在平流层巡航 并携带一定任务载荷 执行相应任务的一类飞行器 平流层大气层结构稳定 气体流动主要以平流为主 极少对流运动 这种环境非常适合低动态飞行器 执行情报搜集 侦查监视 美国在2005年就制定了 为期25年的平流层飞艇无人飞行器计划 是目前经费投入最多的国家 HAA 高空哨兵 攀登者等众多知名飞艇 都是其研究产出物 浮空器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去 但随着飞机技术的不断升级 浮空器技术慢慢沉寂 直到2015年以后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发展浮空器技术受到了各国的重视 重新掀起了一个应用的热潮 浮空器技术也取得快速发展 重新在科学探索 军事经济等领域 产生新的不可替代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 看看浮空器的强大之处就知道了 一 消费比较高 能源消耗少 流空时间长 相比于飞机 飞艇的消费比高了太多 某种程度上来说 有点像载人火箭和航天飞机 使用起来性价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虽然后者看起来更具科技感 二 载荷力强 飞艇载荷能力非常强大 远超同类型的飞机 甚至飞艇仿佛就是专为运载而生 在面对灾害 运输 反侦查上 善用飞艇强大的运输能力 无疑可以取得奇效 三 快速部署 高空气球飞行高度高 易于快速部署 相比于依赖加油 甚至航母的飞机 高空气球的投放不要太简单 在应对突发性检测和防御中 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 四 定点助空 对流层飞艇起降要求低 载荷能力大 机动性强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随时定点助空 这对于很多飞机技术 储备不足的国家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五 续航 飞艇续航时间长 升空高度高 覆盖区域大 性价比之高 用想象力就可以完成估算 中国的浮空气技术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不仅突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 在很多方面 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极木一号三型浮空器就是代表 它克服了极端环境 材料工艺 电磁干扰等众多技术难题 这也代表着中国在飞艇制造上 取得领先性发展 在材料结构 能源动力 电池储能 薄膜太阳能 动力推进 测控 甚至地面保障等方面 均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 很多人可能觉得 飞艇不如飞机 诚然 飞艇技术不可避免的 会被众人与飞机技术相比较 但想要知道飞艇会不会淘汰 看看浮空气技术的发展趋势 就能得到答案 飞艇的最大优势就是续航 这是全世界任何航空器 都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 比如欧洲空客的对流层飞艇 续航就达到了40天以上 这是现阶段飞机技术 所无法比拟的 而未来 飞艇技术的发展 也一定是放在续航和承载力上 如上所述 大型运输飞艇 将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这种超大型货物飞行 比陆用和海运更具优势 而且一旦技术成熟后 投入民用 甚至对传统交通 都会产生剧烈影响 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运输方式 随着现代飞艇技术的不断发展 飞艇设备不断完善 飞艇的设施越来越齐全 舒适性也越来越高 在飞艇上搭载不同的电子设备 建立预警 探测 情报 侦查 指挥 控制等一体化的系统 已经是军用飞艇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国外公开发展的飞艇技术 几乎都是有人驾驶 但从有人驾驶到无人驾驶的过渡 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而且各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非常之大 飞艇的超级续航 超级载重 为无人驾驶提供了更多空间和想象力 飞艇起降阶段 由于质量大 飞行速度低 舵效差 操纵性不好 这是一直以来的难题 而解决飞艇的起降难 研发优秀着陆装置 实现危重停泊 是飞艇技术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中国正在往启动布局 结构材料 综合控制 新能源 动力推进系统等方面的平流层飞艇 进行研究 一旦有所突破 将会弥补 将会弥补20-30千米 乃至更高的临近空间 一般飞机和卫星升空高度间的空缺 浮空器的研究到底会不会成为大国重器 甚至改变交通运输方式 目前各国均没有明确表示 但积极投入人力物力的研究 却没有一家科技强国被落下 幸运的是 这次我们起步就在头部位置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觉得未来的飞艇技术会成为国之重器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